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这个司令部下手的所有官兵都应该振作起来 做好早打大大的思想准备 这个敏尼汉是位高权重 所以他的这份备忘录引起了伊丹成都的轰动 空中机动司令实际上就是空运司令部 负责把美国军队的装备和人员在全世界从空中运来运去 如果中美之间真的发生全面战争 那么空中机动司令部就要负责向亚太前线运送兵员装备弹药和给养物资 同时要把伤亡的美军要运回本土 因为空运的快捷性 所以在战争期间 机动司令部的任务将是异常的繁忙 因此外界解读米尼汉中将的这份备忘录 是美国空军认为战争迫在眉睫 但是最近这位米尼汉中将的口风又改了 9月21号美国空军和太空军联合召开了 航空太空和网络年度研讨会 米尼汉中将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问他 是不是依然认为两年之内 美国和中国就要在太平洋开战 米尼汉却说 他认为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年初之所以要按照2025年的时间表 推动战备工作 是为了实现有效的威慑 米尼汉还表示 他当时之所以会写下2025年这个时间 主要是出于直觉 米尼汉用这种近乎开玩笑的方式 来设定一场和大国之间的战争时间 应该说是相当不严肃的 米尼汉个人有什么直觉 是个小问题 他作为美国空军的一个重要司令部的负责人 用备忘漏的形式向大批的官兵传达这样的理念 那则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又为什么要改口的呢 一般来说了 美国军方的将领们都要考虑退役之后的个人出漏问题 这些高级将领如果不能继续升迁 退役之后有经商和从政两种选择 其中有一些人会进入国会当议员 也有一些会去军火企业当董事 还有一些会进入到各种民众的咨询机构 以高级顾问的身份 获得利益集团提供的回报 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然也取决于这些将领本人的政治立场 和他的政治战盾 在2023年初 美国政坛上的访华气氛是甚嚣尘上 政客们纷纷表现自己对中国有多么的痛恨 立场有多么的极端 米尼汉作为高级将领 发出这样极端访华的备忘录 也是在表达了一种政治战队的意图 但是到了9月份 拜登政府已经认识到 搞疆搞砸对华关系是没有前途的 访华政策执行到了这一步 也没有办法再继续狠下去 因为再向前一步 那就是战争 这是美国所无法承受的前景 于是中美两国之间 开展了多次高层之间的对话 9月16到17号 美国国家安强顾问沙利文 和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 举行了会晤 这期间就确定要成立一部分交流机制 9月22号 中美双方共同宣布要成立一个 经济领域的工作组 这意味着美国方面 是在积极主动也好 是被逼无奈也罢 他是要正式推动中美缓和的进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尼汉在1月份发布的备忘录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因此他借着年会的机会 通过媒体渠道向外界表示 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好战 并不是真的希望中美两国在2025年就进入前面战争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的这些高级军官们 是绝不是美国媒体所宣传的那样 专行搞军事不过问政治 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投机心理是相当强 像墙头草那样的风吹两面跑 此时此刻 我们还想看看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 阿奎利洛的嘴是不是还那么大 对中国的态度还是不是那么强硬 因为近几年 美军中要守谁对华态度强硬 阿奎利洛恐怕要排在头一围 好 这句话就评论到这里 好 这句话